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第四节有一部戏又是嘉宾Ellen 因为我未看的这部 这部香港没有照片叫Triangle 有几个中文名叫恐怖游轮 或者叫迷失三国洲 迷失三国洲也挺好的 就是伯母达那些 2009年的英国电影 很多人为什么会拿回来看 因为很多人说我看不明白 我看不明白 不知说什么 但其实是在玩Looping 一个平行时空的 不断轮回 不断轮回的恐怖故事 其实我自己觉得不会不明白 很容易明白 但是这条招式 玩Looping 很多时候 香港最大代表是刘振伟 无限复活 但其实最好看的是 你这条Looping招式 玩到最后 是不是继续玩下去呢 这一套玩得好的地方就是 他最后解纖的东西 玩到最后 是刚刚的完美的Looping 我觉得就是最赞这个地方 但何解放在游轮上 你讲这个故事呢 他最初不是一个游轮 他最初是上了一只水中都那些 那些游艇 你也说得对 伯母达类似伯母达的地方 飘来一艘游轮 大家上了之后 发现游轮是空的 没有人的 游灵船 游灵船在上面 就开始一个Looping 一个生死追逐游戏 后来才发现原来 就是杀人的也是自己 被杀的也是自己 然后无限轮回之下 你怎样离开那只船 是成为一个关键 我再提一次一件事 就是当他 当然你玩杀人追逐那些 他也是有板有眼 他本身又不是很高价的制作 但依然那种处理 你什么时候主角又再次见到自己 都可以的 但我自己喜欢就是 他离开那只船之后 以为解决了问题 原来还没解决到 然后再去逃离这个Looping 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是真的走不掉的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好 我觉得是玩得最好 那叫Triangle 香港叫做 没有香港名字的 你公映过 上网找回 不是七三个洲 或者叫恐怖邮轮 英国电影来的 2009 2009都不是很久 因为香港不上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没有Star 因为里面的演员 或者澳洲或者英国演员 香港未必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有提出这部电影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应该是三级的 香港定位应该是三级的 三级的 有什么所谓呢 三级片 那说起三级片 2009年那时候很有名的 另一部电影 很快说一部电影 真的是三级片 但香港还是没有上的 我之前说过金基德的《末日飞船》 这部电影也是离谱 叫神话式的邮轮电影 它是什么时候 2018 很早 很近 下日电影节 有照片 不知道是国际电影节 还是下日电影节 有照片 始终没有人拿来供应 香港也出了一部电影 说了一个很三级的名字 我就不说了 总之你想用回电影节的时候 用那个名字 很金基德的人 很神话式 就是说在一架退役战艦 改装成一个邮轮 让韩国人上去住 参观 有一帮人上去 有一堆人 有黑社会的头目 有议员 有一个年轻的男女 还有一帮很低级的顾客 上去 无端的船 本身要预予一天游 一天或者两天游 怎料一只船 在航行中 升了上天 下不回来 没有食物 没有支援 没有救援之下 就发生了一些 好像飢饿斗塞 有权力 没有权力 吃到最后 谁能够生存 就成为这部电影的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好像 叫做 勝利者 他留在最后 那种 那种 升华 就好像飢饿套塞 好像一个 思想上的升华 他不是一个 叫做 纯血声的故事 其实也挺像 金记得以往的 作品 有血声 也有自己 很咸的解释 这个一听起来 好像是2012的 尾段上了船 之后 然后就出了 那种叫做 末日斗塞 是 这个很金记得的味道 但是金记得 我之前也说了 香港就 基本上就 不会供应他的作品了 是 因为去MeToo事件之后 得罪了人 但以我所知 金记得近这几年 基本上流连于 深圳和香港 变成了他的家乡 我认识一些 导演老友 因为他很喜欢看香港片 他未成为导演的时候 都有很多香港电影视为经典 但我觉得他有一种手法 这一部我没有看 但我刚才碰到他那个 玉可慈航 嚇死你了 玉可慈航是两个女孩 标流浴室 玉可慈航是对的 玉可慈航是后来做修女的 那个 Samantha 那个还好看 那个也很厉害 他后来有一部叫春夏秋冬 其实都可以的 他有一些 不容易跟人合在一起的性格 有一样东西就是 有一个分隔点 有一部叫梦 悲梦 悲梦 那一部是我认为分界线 其实我之前的 欲望的方容 是很容易入口 或者很容易入口 有共鸣的东西 之后的作品 在太个私人之下 我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 可能我 我觉得我喜欢他以前的 比较亲民一些 或者大家都有共鸣的时候 后面那些 譬如玩一些很雪声色情的东西 性伤那些时候 我觉得好像走火入魔了 他做了一部叫Triangle 鐵三角 那一部叫做 不是不是 那一部叫做 隐形人那一部 是的 叫什么三角 那一部叫做 那一部叫做Triangle 那一部叫做 像是鐵三角那一类 我自己觉得 比较可惜 就是说 他现在就 纯粹就是玩一些 很个人 或者很低价的Indie作品 就真的少了 跟观众接触的机会 我觉得他 他有很多时候 他将他的故事 放在他自己的 特意找他自己的 獨特的眼光 可能他想的时候 没有那么獨特 但是他要在戏里面 表达出来 都獨特了 我刚才说的 另外一部叫 鐵三角 不是 鐵三角 叫做 其實那部是Lost Highway 其實那部玩影營 人更好看 那部是恐怖感 香港叫做感官樂園 即男人永遠躲在女人的背部 那女人如何移動呢 她是視線看到她 是的 那他就是 你会看到的概念 你会看到 他看到 David Lynch的 Lost Highway 坐牢後 突然間不同了 而且他在家的時候 他覺得好像有人在那裡 但是他製造的氣氛 是相當之好的 他有點像波蘭斯基 就是由第一部作品開始流露 就是流露了他一種 天性的陰暗面 我想他往往 他裡面 因為他有這種 性格和處理的方式 就得罪了現在的 或者跟現在的普世價值 就撞傷了 有很多人 很唾棄他的眼光 和他的觀感 所以造成了 有些人好像被人遺棄了 那是很可惜的 再說一些另類的 郵輪電影 這部我沒有看的 我只要說一說 GOLD SHIFT 香港就叫鬼船 當然我看了 這部也是 這部 基本上這部戲 整部戲裡面 其實大部份的時間 都告訴你 那種 很巨型的郵輪裡面 全部都沒有了 但留下了很多的線索 你看到之前 一定有一件 很恐怖的大屠殺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而那種屠殺 就未必是人造出來的 知道嗎 那部戲 我覺得 在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裡面 整部戲裡面 如果你捉 那個戲劇處理 你就會覺得 嘩 好像沒有什麼 可以做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 那種叫空 像一個船 一個很巨型的船 好像現在 很多人都拍 如果你去到一個城市 那個城市 就變成了一個廢墟 一個人都沒有 而且你被迫在那個地方 那種虛空感 他帶來了 不知道為什麼 會不會有些東西 會走出來 I am legend 原本 你會看到 他有這種氣氛 但是他變成了主流片 就沒有了那種 空洞 令到你恐懼的那個世界 那這部 我那時候看完之後 都覺得 你真是很巧 沒有什麼特別的巧 就是幽靈船 加上什麼的 但是他做到這些 都是溝片 他出了一種氣氛 令你深深迷惑出來 所以這個Ghost Ship 都選來介紹 最後這個節目 想說這部 是幾部 羅亞 《滅世啟事》 這部是2014的作品 我已經錯過了 你錯過了這部 我已經在做很多戲 這部 如果說是史上第一個郵輪 就應該說這部 是 羅亞方舟 是 羅亞方舟 現在就好像反過來 現在人們以為 有郵輪上了就安全 看來最不安全 羅亞方舟不是說 你是一個幸存者 裡面的乘客 不只是人 他有很多 很多倉裡面 有不同的動物 一些物種 這個就是 《聖經故事》 羅亞的故事裡面 他發展出來的 一個電影 但是這部電影 我覺得 他是最近期的一部 講羅亞方舟的 《聖經故事》 你會發覺 他多加了很多東西 他將那個時期的 末日的世界 但是 就變成了 有《今時今日》 很多的意象 就放了出來 尤其是 他做有趣之外 你會發覺 他裡面 講了很多 《聖經故事》 是沒有提及的一些細節 而 在這部電影裡面 他就用視覺表達出來 包括 他在開始的時候 已經說 《伊甸園》裡面 如果阿當夏娃 他基本上是沒有皮的 嗯 是光化的 嗯 是光化的 其實你說 喂 他的資料哪裡來的 後來有些靈芝派 說 其實他那些很有資料 但是他最關鍵 在船裡 他說 除了羅亞的一家人 《聖經故事》 那一家人 還有另一批人 不是另一批 是另一個人 那個就叫 《八方土人》 不是 《八方土人》 應該是 《八方土人》 總之 一個是 該隱的 後裔 《八方該隱》 應該是 而這個《八方該隱》 它裡面 其實是 天主想滅世 耶和華想滅世 弄走的那些人 其中這一族 都是其中一族 但是 他上了船 靈修派的那些 都有人說 應該是說 那些巨人族 那些人 那些人 裡面 又是牽涉到 有一群天使的出現 那些天使 是石頭種的東西 就好像 那個 《魔術奇緣》 那些巨人 那種族 它也算是叫 《福音電影》 不是 是叫《靈芝電影》 因為 你會看到 其實裡面 有很多 《聖經》故事裡面 所說的 《魏經》裡面 有很多資料 放上去 不過它最主要 它有提及了一件事情 為什麼它叫中文譯得這麼好呢 就叫《滅世啟示》 就是說 當一個末日的時期 裡面 你會看到另一個 轉機就出來了 我覺得它整部戲裡面 就是選角也好 還有它又提及到 令到你細看的時候 它都說了 羅雅的那三個 他三個子女 就是阿閃 阿含 那些 就是現在這個世界的人種 那些性格 尤其是阿閃 是最特別的 阿閃 應該是早期的 那些叫做《同性戀》 是扮出來的 而且它的同性戀 為什麼會出來 那裡 就是跟這個白方 那些人有關係 那裡面 你會發覺 這個新版 《羅雅之滅世啟示》 它就將現在這個世界 有很多那種跡象 轉回用聖經故事 那個戲劇的模式 再用一個新的 那種視覺手法 就演繹了出來 包括它說了很多 你會看到它拍得這麼認真的 的原因 就是 令到你上戲 如果它說那些水 就應該在地底噴出來 有很多這些線索 就擺出來了 還有最關鍵 就是它裡面說的 《羅雅方舟》 就真的 那種叫做 是不是這個世界上 第一架郵輪 我都給它 是第一個郵輪 是的 還有另一個 我突然之間 臨美之前想說 就是突然記起的 那個是否叫做 《殲滅者》 《狗哥》 就是大約黑羊做監製的 那套卡通片 《殲滅者》 那套就是 又是說《羅雅方舟》 它就將 它說《羅雅方舟》 裡面 它怎麼去收藏 那些動物呢 就是將那些動物 將它那些基因 全部是壓縮的 好像一種 就是好像一個 叫做電腦 AI科技的工程 這樣的 將一些基因 是留到它的 那個 基因裡面的 那些 號碼 來做出來 好像是中文叫《殲滅者》 那套卡通片 就是大約黑羊 有份做監製的 以及它的概念 你會看到 他也說了 將羅雅方舟 這個船 將它科幻化 大約黑羊 其實很多人想聽你說 阿基拉 不過他還沒有重映 重映很有趣 很多人都想 看到放映的 那個分鐘 是比原本多了兩分鐘 不知道是不是 有些 之前未看過的片段 吸引到很多人買票 這樣 這個我也很想看 因為 這個應該是 很多人說 它是什麼收復版 其實是reboot 我想它有很多東西 再收拾過來 因為我也問過大約黑羊 其實大約黑羊 對它的供應版 不是太滿意的 因為實際上 尤其是尾段 那裡 是挺廣 挺廣 當時那些技術 你想想 1988年 那個技術 都不是很 算盡善 盡美 但是 他找到一個時機 就是幾年前 就已經說 他要reboot 整個東西 包括他自己的事業 可能他想再想回一個新故事 或者再逐回阿基拉的漫畫版 再執拾好它來做 等著 不過這部 應該 有機會公映的 你說 當然 阿基拉的新版 他已經提了 因為初一 就做特別長 現在這個時候 就沒得看 遲些人看 最可惜的是 拿著阿基拉的票 就沒得看 最慘 早退票那班 你那些有班 就退了票 怎知道 為了安撫那些 買了票 但沒得看那些 你留下那個票 到你去 申請退票那時 是有海報送的 哈哈 不要緊 我們本來 本來 心以為 今個禮拜就復營 去院復活 怎知道 還要再等兩個禮拜 不要緊 我們今個禮拜 講郵輪電影 下個禮拜 都有題目 不過我們 在Facebook公佈 有沒有朋友 想我們講 可以 怎樣唱 就會有很多人 發出題目 這樣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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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Facebook公佈 講一下大家想 在疫症期間 其院 停業期間 想我們聽說什麼 都可以 提出 但未必答應你的 可以 我們做不切 資料要做 總之 我們仍然還有大把戲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